五个大兵正在进行军事演习 在悬崖边盯好滑锁后 四个队员依次速滑着陆 然而就在他们原地待命时 断后的队长忽然从悬崖上摔了下来 惨剧发生后 队员们尝试急救 但可惜队长阿伟当场死亡 检查了他身上的装备后 众人确定是因为挂锁锻炼 导致意外发生 这是一块用于连接身体和绳索的关键部位 速降的时候 整条命几乎都摔在了这个小东西上 众人一阵膜癌都觉得是阿伟运气太差 但艾比却发现 挂锁上有一个不属于阿伟的残缺指纹 而且对比了同种型号的挂锁后 他更是有了个惊人的发现 为了兼顾耐用 厂商的挂锁材质都是钢铁 然而阿伟的这个却是用铝做的 有人偷偷换了他的挂锁 这不是一场意外 而是一起谋杀 负责人告诉老白 除了绳索这样的军事用品外 挂锁这些东西并不受管制 队员可以随意选择放在储物柜 或者带回家 而妻子小美声称 阿伟的装备向来都是放在车库里 基本很少拿进屋内 那到底是谁偷换了阿伟的挂锁 事实上 军队正在秘密准备一场行动 距离开始还有不到48小时 如果真的是队伍里出了内鬼 倒计时结束前又不能把它揪出来 那就只能取消这期行动 军方为此所做的四个月准备 都将复制一具 为了这次行动 所有参与人员都必须跟外界隔绝 但阿伟的队里却有个难管的硬茬 大力 他不仅之前善理指手 而且还私自往外打了个电话 大力无奈解释道 是因为他老婆怀孕了 他不得不陪同一起去趟医院 然后又不放心 才打个电话 想听他报平安 为此 大力被狠狠劈了一顿 但在查看阿伟的手机时 凯姐发现 他自己都在隔绝期内 打了好几个电话 而且都是打给了一个叫飞格的神父 这两人相识已久 从小玩到大 曾经飞格车祸入院 几乎所有人都觉得他不会醒来 但阿伟依旧坚持每天为他祈祷 康复后的飞格感动不已 两人也就成了一辈子的好兄弟 之后 也正是在阿伟的影响下 飞格才逐渐走上了神父的道路 那对于阿伟的死 飞格会不会知道某些隐情 就在这时 艾比查出了断裂挂锁上的那个无名指纹 他并非处于哪个大兵 而是来自阿伟的妻子 小美 但对于这解释 小美并不想解释太多 因为阿伟向来都是大男子主义 觉得老婆收拾家里天经地义 东西从来都是随手一丢 估计就是在整理的时候 他意外地摸到了挂锁 而凯且注意到 这对夫妻似乎分居已久 但到底是因为什么矛盾 小美并不肯透露 至于神父飞格那边 众人也没能查出什么有用的线索 因为这涉及私密祷告 神父无权将其公布 只能隐晦地透露 阿伟当时处于一个了难的境地 接着在整理政务时 阿伟的手机上忽然来了一条短信 上面只有一句话 你为什么失约了呢 而这条短信是邮件转发来的 邮箱也并不是阿伟的常用号 他为什么要偷偷摸摸地 注册了一个小号 又是谁发给了他这封邮件 就在众人尝试破解网站时 托尼在阿伟的电脑里 找到了一些文件 这是一张张表格 而且全都是在针对大力 简单来说 阿伟对大力的不服管教相当在意 所以就写了这些警告文件 他完全可以拿给大力看 再抓到你轻浮散漫 我反手就把文件递销上去 到那时 就算大力再怎么优秀 恐怕都尽身无望 而且他们核对了一下记录 结果发现 大力善离职守的那天 其实并没有陪老婆去医院 事已至此 大力只能老实坦白 那段时间 他得了中耳炎 变造借口 是想掩盖自己去医院看病的事实 毕竟一旦被查出 整个小队都不能参加这次的行动 虽然他经常被阿伟敲打 足够形成杀人动机 但为了能参加任务 阿伟不惜隐瞒病情 堵上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如果他在这个结果眼上动手脚 杀死阿伟 说不准就会导致行动取消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所以 我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呢 大力的话 确实挑不出任何毛病 但这样一来 安剑就又回到了起点 距离行动开始只剩8个小时 然而对于凶手的身份 众人没有一丝头绪 于是 他们就开始头脑风暴 托尼甚至建议模拟一次速降 而正是这看似玩笑的实验 点醒了凯姐 他发现铝制的挂锁 要比刚制的轻很多 阿伟平常喜欢打猎 经常要跋山涉水 攀岩溜索 对这样的老猎手来说 应该一上手就能摸出来差别 那他为什么还要坚持速降呢 满心疑虑的众人来到阿伟的车库 然后在角落里 找到了一些机械工具 毫无疑问 那把铝制的挂锁就是在这里做出来的 这时 艾比终于破解了邮箱网站 而之前给阿伟发来邮件的那个人 事实上就是这一切的源头所在 之前有一段时间 小美发现阿伟很不对劲 女人的直觉告诉她 外面或许有个第三者 于是 就趁着阿伟借口打猎的机会 小美悄悄跟着她 来到了一家旅店门外 大门打开的一瞬间 她脑海里闪过了无数可能 但还是没想到 走出来的人竟是飞格 看着二人拥抱接吻 小美心里五味杂陈 后来的矛盾 争吵 分居 源头都是因为飞格 小美没有过于声张 但她要求阿伟做出自己的抉择 自此 阿伟就陷入了深深的纠结之中 她祖上五倍都是荣誉军人 对于这样的铁汉家族而言 同性之爱 无疑是块污点 但阿伟又不可能欺骗自己 飞格的确是她的此生之爱 纠结 痛苦 挣扎 用于跟飞格吐露仇情的小号油箱 一女而生 但最终 阿伟选择了最为残酷的那条路 她选择用自己的血 抹凭这段难以愈合的裂痕 飞格抢眼欢笑 但眼里满是歉意 她曾试图引导阿伟接受自己 但世上最多的就是一男平 阿伟还是没有勇气面对世俗 她能做的只有悬崖上的纵深一跃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剧情 请持续关注我 解锁更多悬案